2015年,王小萌不顾赵本山的强烈反对 一心要嫁给身价过亿的富豪 赵本山愤怒地表示任何人不许参加他的婚礼 结果,王小萌惨了要守14年的火寡 2004年,赵本山去广州参加商演时 看到旁边的小姐姐很漂亮 王小萌便开口问道 小姐,你长得这么哇塞,想不想拍戏啊 小姐姐害羞地说 赵老师,您别逗我了,我哪会拍戏啊 赵本山乐了,呵呵 这又啥难的,不会拍可以学啊 我教你啊,对了,你是干啥的啊 小姐姐毕恭毕敬地回答 赵老师,我就是一个临时演员 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 赵本山高兴坏了 说你我确实有缘分 你是艺术生,我是搞艺术的 如果你有心的话 明年可以报考我的本山艺术学院 而这个女孩子就是毕唱 没想到进入了赵本山的艺术团之后 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在2013年 饰演王小萌的王亚斌因临时有失缺眼 赵本山直接安排毕唱顶上 这一顶,她的人生便迎来了重大转机 毕唱先后在马大帅今日升堂与关东大先生不是钱的事 这几部剧中有她的身影 但始终还是个小透明 没有一个让人记住的角色 几乎没人知道毕唱这个名字 不出几年 毕唱的事业大红大紫 成为了赵本山的心头好 恨不得把更多的好角色给她 可是没想到 一个富豪出现了 赵本山和隋红阳在一次酒局上有碰面 觉得这个男人不是那么脚踏实地 总是爱说大话 而毕唱出演的王小萌 神受欢迎这个富豪也是十分欣赏 表白之后两人就在一起了 赵本山心中多有不爽 因为这才走红不久 是对公司奉献的大好时机 可因为谈恋爱 耽误了不少事 富豪带着王小萌去看了自家的产业 说如果不拍戏的话 也可以养得起他 而王小萌居然真的相信 两人在一起没多久 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时有传闻称 隋红阳是富二代 两个人的婚礼地点 设置在北京某酒店现场高棚满座 从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 婚礼很豪华 毕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于是很多人感慨 毕唱这就是典型的女星 嫁富豪标配 可是赵本山说 我不去参加他的婚礼 你们自己看着办 结果名下的徒弟也都不去 真的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没想到赵本山言中了 这男的不靠谱 结婚四个月后 毕唱和隋红阳就迎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当时毕唱还晒出孩子的照片 表示自己心内心外都圆满了 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 随后又生了一个 一儿一女真的值得高兴 可是不久之后 老公就进去了 网友说色黑 还有生意上的底线没把握住 而毕唱替老公说话 他就是一时的冲动 但是本质上并不坏 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了 当初说好的永不分离 可如今却离婚了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而丈夫进去之后 也没有再出来 可能需要十四年才出来 所以这些年 王小萌可以说是独守空房 不离婚也是不可能的了 而走投无路之时 赵本山也是同情 这个姑娘 觉得大好的前程不珍惜 偏偏走了这样的道路 后来 他也想回到本山传媒去工作 而老赵觉得已经不可能了 还面临解约的赔偿风险 直播间内 毕唱面对一切纠纷 及后续问题 表现出其一向的豪横性格 甚至提醒网友们 不必为自己担心 公司需要自己赔多少钱 其实都无所谓 随后 毕唱更是借助赔偿的话题 间接介绍了如今的家境情况 称自己刚在老家 买了一套豪华别墅 房产其装修费用 一共花费将近两千万 更是补充称 别墅面积很大 内设个人花园 所以 对于赔偿费用的数额 自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所以 离婚后 丈夫也是给了不少资产 这其中的暗中操作可不少 毕竟他演的戏不多 买得起这样的别墅 只能靠前夫 特殊风不满意分配比例 选择回家承包裹员 照顾老小 梦令宇抱怨演员 将直播带货当主业 现场不服从管理 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才是这些人宁愿赔款 也要离开的根本原因所在 演员焦焦表示 三年前已经决定离开本山传媒 所以他现在不在乎什么名气了 因为在尊严和人格面前一文不值 焦焦还写道 我早已看透 这个所谓艺术家背后 是怎么操作别人的命运的 胳膊确实拧不过大腿啊 但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老赵旗下的名人 也离开了不少 一捧红了之后 一个个都走人了 赵本山索性就隐退了 娱乐圈只有永远的利益 至于情义吗 也有但比较少 你们认为呢